对时尚一向有着敏锐嗅觉的华晨鱼 近日抵达上海红桥机场 一身潮牌的他拿着手机听着耳机 漫游的走向行李区等行李 字幕替 写巾库 八脚复古帽 摩擦摩擦是长男的步伐 唯一差评的是 黑色的口罩加上压低的帽颜 遮住了他五分之四的脸 也将他的一切心理活动拒任于潜力之外 华晨鱼小心翼翼挪动着他的步伐 好像脚底下有一根似 在丁筋一看 不远处一位取着长焦镜头的男士和他的团队 正在对着他拍照 这位官方摄影 起初在很认真地捕捉华晨鱼的动态 突然和他的团队发现我们正在拍照 瞬间变得不自然了起来 好像拍也不是不拍也不是 不过华晨鱼倒是显得泰然自若 该干嘛还是干嘛 走出沙口 等待他的时大皮的拿着照相机 举着自拍杆的粉丝 华晨鱼依旧用挤慢的速度 保持着与地面的摩擦 给粉丝们留足尖叫和拍摄的时间 花花的喊声不绝于耳 而以待蒙舰长的华晨鱼 显然在机场习惯走高冷路线 这样也能让粉丝见识到他的另一面 被粉丝送到商务车里后 华晨鱼知识没有办法摆脱 把车团团围住的人群 直到经纪人出面维持秩序 疏散粉丝 他们才得以脱身 收视频娱乐部报独家报导